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2月2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互生各大指数的变化都不大 受到盘中券商股发力的影响 上证指数在上午是创出了阶段新高 那么券商板块今天上午是报收在954点 虽然我们看到券商板块上午的盘中一度是冲高回落 似乎有一点放量滞涨的感觉 但是总体上我们认为券商板块目前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不过今天上午北向资金的表现并不好 上午北向资金是大幅进入出38.6亿 下午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北向资金会不会出现部分回流 这个非常关键 市场情绪方面今天上午比昨天有进一步提升 那么选股方向上 目前我们还是建议在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几个板块中做轮转 其中特别可以关注一下科技股的反弹表现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